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韩食意 蒜苔中含有丰富的上石纤维,口感清脆 不管是用来炒肉还是素炒,都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大部分朋友在炒蒜苔的时候 有的是直接下锅炒,有的是焯水 炒出来的蒜苔呢,颜色发黄,吃起来绵软不清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炒蒜苔的小技巧 炒出来的蒜苔,清脆爽口 首先把蒜苔帽摘下来 摘下来的蒜苔帽呢,你不要扔,可以用它来煎鸡蛋 然后把洗干净的蒜苔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放在一旁备用 然后准备生姜 然后准备生姜 把它切成片 小米椒,斜刀切成片 一个青椒条,斜刀切成片 全部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准备一块洗干净的腊肉 从中间对半切开 再把它切成薄片 全部切好之后 放入盘中 锅中加入清水 把切好的肉片倒进去 烂肉比较咸 煮一煮,可以去除咸味 烧开后,给它煮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后,把它控水捞出来 装入盘中 锅烧热,倒入多一些的油 把油温烧至四成热 把酱还倒进去 快速翻动 这样炸一炸 可以保持上台的脆立感 也可以加快上台盛出的时间 但是炸的时间不要太长 2月20秒左右就可以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控油烧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锅中留少许油 把热片倒进去 把酱油的油温烤出来 看看已经出了那么多的油 炸成这样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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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姜片和辣椒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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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炒均匀 把姜片和辣椒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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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就可以把它腾出来 倒入盘中 像这样一道美味的蒜苔炒腊肉就做好了 蒜苔吃起来清脆爽口 再搭配腊肉真的是绝配 太好吃了 搭配一碗米饭真的是超级下饭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用蒜苔炒腊肉 家人都非常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吧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家常菜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